中国5G领先全球,基站建设遥遥领先 随早美国打压,仍有俄罗斯等国表示出与美国不一样的合作兴趣 俄罗斯塔斯社8月23日报道 周日的全俄青年教育论坛上,俄罗斯外长发表了假话 他说,我们和美国不一样 美国会不问原因地要求所有人停止与中国的合作 尤其在最先进的5G大型其道的问题上 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 相反,我们对于引进先进科技、共创便捷生活大有兴趣 克里姆林宫选择中国5G的理由很简单 与其将可能泄露出的秘密曝光给西方国家,不如选择中国 其实,在引入中国5G之前 俄罗斯也做了一些研发上的努力 毕竟,民族自尊心,不允许其直接伸手 据悉,俄罗斯在2018年12月24日就有消息称 俄罗斯国家石油将参与俄罗斯5G开放项目 直至2019年3月15日 俄罗斯副总理马克西姆·阿基莫夫告诉记者 俄罗斯将5G开发和部署作为优先发展项目 而到了今年6月21日 金融时报消息称 克里姆林宫承认 俄罗斯无法自行制造高规格的5G硬件 需要从中国或西方国家购买 这个西方国家其实指的就是日韩 实际上,韩国是首个开发出5G的国家 该国于2019年4月推出5G 并开办了首个5G技术支持的奥运会 但报道显示 韩国电信公司的5G网络 最初是针对企业用户细分市场定制 因而没有太广泛的基站建设 而冥想个人用户的5G网络 要到2021年或2022年才能推出 这就导致了 当前韩国使用5G的用户 需要经常在4G和5G信号之间切换 否则就会断网 而日本方面表示 自家运营商都已推出5G服务 其中Dukami的目标是 到2023年实现全国网络覆盖 路透社7月19日报道 此前抛弃中国5G的英国 也在向日本索取5G的相关服务 然而目前 根据与飞网8月24日报道 我国5G基站共计39.8万个 韩国仅有12.1万个 日本公开数据显示 截至5月仅开通1874个 对于中国之外 日韩这样的美国助手所开发的5G 俄罗斯必然有所顾虑 但如果是中国5G 所需担忧的就少了大半 中国日报8月25日文章显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去年报道中提到 中国5G开发商 计划在未来6年内 为位于俄罗斯的研发中心 雇佣签名亲员工 比利时也于7月表示 我们不会禁止中国5G的推送 欧洲最大电信运营商 德国电信上月声明中也表示 将采用中国5G产品 可以看出 中国5G迎来破冰 需要的只是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